不动产统一登基制度一出来 那房价马上就就就就就降了 还是也吃这观点 可不可能呢 在我看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很多人说不动产统一登基制度一出来 很多人觉得 哎呦这是我这些房子我还留他干嘛呀 尤其有些官员 说别查出来 我赶紧把我这房子卖出去吧 一着急卖 一个可能的要价就低了 再一个这么多二手房上市了 是不是会整体的把这房价弄低了 这不可能 官员手里那点二手房 是不可能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产生决定性影响 房价涨与低呢 和土地有关 和钢铅需求有关 跟这个贪污腐败 关系不是很大 他跟炒房可能也有关系 但跟炒房的关系 都远远比跟腐败的关系要大得多 那么为什么像潘石屹这样的房地产行内的人都说 这个一出台这个不动产统一登基制度 有可能房价就一下就跌下来 是因为他看到了下边几步 就是不动产统一登基制度要确立以后 有可能房产税房地产税就开始推销 因为什么 原来你看现在我们几个城市搞房产税征收试点 很不成功 因为不知道每个人名下多少套房子 也没有实现联网 统一登基谈不上 所以这房产税收的呢就变不溜溜的 你这一下统一联网了信息一畅通了 你多了房子都知道了 那好 我这房产税征收的那可就顺利了 那等于毕竟斩棘的很容易就往前推进了 所以有人说这一下子容易造成房产税 房地产税征收 这一征收你想你要多套房子 炒房的人买了那些房子 多征税了 他在持有缓解 他成本提高了 拉倒不我别炒了 我都卖了吧 这样投机炒房的水分挤出来 是不是房地产就回归理性 价值降下来呢 所以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啊 这个不动产统一登基制度 一定会促成房产税房地产税出台 增加了房屋持有缓解的成本 会造成把这个泡沫挤掉 房价就降下来 会不会这样 以我的理解 他是给他创造了条件 但创造条件不等于就要征这个税 你就如同我们啊 买了一个篮球 你拥有了一个篮球 不等于你天天到运动场去打去 你可能搁到家里头不玩呢 所以他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说如果房产税 房地产税 不能够征收的话 那么就不会把市场缓解这种 投机炒房 大量存房的现象消除掉 所以他对房价的影响 就会非常有限 所以你看 不动产统一登基制度出台 我认为还是我原先那个观点 就是保护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防止交易过程当中 出现大量的欺诈现象 这是主要目的 至于对反腐的推进 它作用有限 至于对降房价的作用 微乎其微 但即使是这样 这也是在制度层面 一个挺大的推进了 不小的推进 你看就现在选择 不动产统一登基的试点 都是二线城市 为啥二线城市 二线城市这些产权 像商品房这样也挺多 情况也不是很复杂 所以登基过程当中的阻力小 推进起来可能更加容易些 所以这选择二线城市 用二线城市做试点 也说明了 政府要推进 不动产统一登基制度 这个决心 那么这个制度推进了 我们现在暂时可以不考虑 它反腐和降房价 我刚才说 用处都不是决定性 但是才能保护产权人的合法权益 这已经是对市场经济 一个很大的推动 但是它最终 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咱们实时求是说 好多政策 试定都是好的 可是执行过程当中 往往会出现偏差 我们也只能是对 未来它的执行过程当中 情况抱以期待 所以它最终 到底能起到多大的效果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您的观看 是